朋友 想問你一個問題 朋友 朋友 朋友問你一個問題嗎 朋友 不會害你的啦 我們這是一個網媒 幫幫我一下好不好 求求你嘛 他很願意跟我在一起嗎 嫁給我 18斤的那種話題 我就是愛18斤的東西 什麼樣的男人嫁不過 畫性男人嫁不過 畫性的 畫性喔 就他可以跟很多女生一起喔 那種偏上床的 嫁不過 對自己的未來沒有鬼話 不靠譜的 怎麼定義一個不靠譜的男生 講話不捨成喔 不負責任的男人 畫性吧 不負責任吧 就是可能對自己的健康啊 對自己的夢想啊 然後對家庭的那種觀念 沒有很好的目標 所以你覺得 現在把你拋下 然後上車那種是較雜男嗎 對 對 就是這種 還有什麼類型的男生 你覺得嫁不過的 比較瘦瘦乾乾 這樣沒有肉這樣我不喜歡 這樣你就喜歡 肥肥矮矮胖胖那種男生嗎 比較高 大隻 比較瘦瘦這樣 胖胖不要 今天注意打遊戲喔 所以你覺得玩手遊的男生你是嫁不過的 是可以啊 可是就不可以每天玩喔 那你會怎麼說服他 溝通吧 跟他溝通 如果還是不能的話 等於就 拜拜啊 所以你會陪著你男朋友一起打手遊 會 我有 我有打遊戲也是 那麼如果他是一個不愛乾淨的男生 你覺得嫁得過嗎 不 沒有 加不過 那麼如果他是一個大男人主義的男生 你接受嗎 不大 不大能接受 如果他的船上技術不好的話 你接受嗎 可以啊可以啊 我對這方面沒有太大的要求 18斤的這種話題 我就是愛18斤的東西 還是還是都是看性格啦 那麼如果他的 性能力很 很弱的話 你加得過嗎 不可以 你可以教他 這種東西應該是男生主動一點 那個男生他的船上技術不好的話 你會怎麼辦 我會教好他 可以分享一下怎麼教他嗎 就是這樣 這樣 還有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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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明白的啦 如果那個男生不是出男的話 你可以嫁得過嗎 對啊 但是還有20多個前任喔 經驗喔 有經驗很好 你就現在把你的朋友帶出來 然後給我看哪一個是你挑選的對象 所以哪一位是你會挑選的對象 這個 這個 好啦 走啦我們走啦 我講的應該不壞吧 那我嫁得過嗎 嫁得過 那你願意跟我在一起嗎 人呢 那麼體外話你看了我的性格我嫁得過嗎 呃 我還不了解你所以 不知道 我現在已經被拒絕很多次了耶 那麼你覺得我嫁得過嗎 我都不了解你 你們一直 節目組一直要我被人家拒絕無數次 為什麼 你為什麼這麼拒絕我 因為你比我高很多 嫁給我 所以我現在想要男生可以反向後面 然後我來訪問你的女朋友一下子 就是現在我要男方背向後面 然後我先來問你幾個問題 呃我現在需要 跟你的女朋友講一點悄悄話 所以我需要你反 升過去後面 OK 好啊 那麼 那麼你的男朋友嫁得過嗎 呃 現在算嫁得過啦 怎麼說現在算以後就不算了 以後人會變的嘛 哦 那麼你覺得你男朋友嫁得過嗎 嫁得過 好誇喔你的回答 為什麼你覺得他嫁得過 他對我好 很照顧我 他會把我背背 後面這位男生嫁得過嗎 呃 暫時來嫁不過 所以 你後面的這個男生嫁得過嗎 嫁得過 為什麼他嫁得過 對自己的未來有規劃 那麼你覺得後面這一位你嫁得過嗎 現在覺得嫁得過 那麼以後就是嫁不過 不知道 所以你後面這位男生你嫁得過嗎 嗯 嫁得過 為什麼你覺得他嫁得過 穩重啊 TK啊 善良啊 全部都有 唉 女人心難撤啊 她從上個星期還生氣我到現在 我現在去探回她先 嘿婉婷 唉唷我不要生氣了啦 對不起啦 其實尊敬我的女生還有尊敬我家人的女生 不管她長得多矮 我 都會娶她的 所以你還是有機會咯 不對 你還是講著我矮 你不要忘記哦 剛剛你採訪的時候有一個女生說 你太高了 嫁不過啊 你等下先 所以 女生們 怎樣男人 不能嫁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哦 你這個烏龜王八蛋一直講我矮 一直講我矮啊 你很高呢 你現在高了不起啊 哈哈 我為什麼不敢打開 你呢 我怎麼會女生 好 來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